部分總共有A到G 總共有7個項目要做 那這個其實難度就比較高 它有點真的是要考你會不會功能在哪個地方 所以有的時候你就是要很熟悉 哪個功能在哪裡 然後你找到之後設定 設定之後的話就打勾打勾吧 其實我覺得理論上 這個就是照它的方式做 這是我覺得要通過就蠻簡單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剛剛做了 將圖表移動到這個範圍 這應該沒問題 跟剛剛一樣 第二個的話 體重區域圖 那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剛剛我們畫出來這個 就是8月份的這個區 這個是區域圖嘛 那這個是折線圖 所以你還可以去選到 那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就是用滑鼠的左鍵點它一下 那點完之後你選到哪裡 理論上它這邊會出現 你選的東西 你選的東西 然後這邊一樣會顯有沒有 會用那個 上面會會顯示那個 你選取到的這個狀態 好OK 你只要大概知道一下選對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按照它題目要求 資料數列的格式設定 然後要設定什麼 什麼框線色彩 為綠色什麼 輻射一 叫聲50的這個 這個十心線條 然後出來 所以接下來要做什麼 它的框線 那框線怎麼設定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 也就是說這個框線目前好像都沒有框線嘛 那它要加一個4.5PT的綠色什麼什麼 然後輻射一的那個框線 那做的方法 我的習慣這樣 其實不管在任何地方 你只要選對了之後 按滑水右鍵 然後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叫資料數列格式有沒有 它就會跳出右邊的面板 你就可以做設定了 OK 如果沒有這個面板 你沒辦法設定嘛 所以我的習慣 因為我不太喜歡用太複雜的方法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點左鍵 再點右鍵 出現這個東西 就可以做設定了 那設定的話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它總共會有 好像剛剛有四個東西 不過現在只有三個 不過不管幾個 有三個選項 那其中的話呢 一定會有一個框線 那框線理論上 會放在油漆桶裡面 油漆桶裡面大概就兩個 一個是填滿什麼 比如你要填滿這個顏色的話 那這邊不就有填滿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設定框線 這邊有框線 那你怎麼收折啦 其實它這邊有箭頭嘛 有沒有有一個三角形 你點一下它就打開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功能太多對不對 你不想要全部看到 像它如果預設打開 有填滿又有框線 你覺得這個填滿的這個功能 我根本用還沒不需要 所以我可以先把它關掉 比較不會干擾 有沒有就這樣子 那你就知道填滿 那填滿的話呢 再去根據它要的 第一個它要什麼 顏色 所以顏色要什麼顏色 那個 綠色輻射衣叫聲50 所以我們找一下 色彩 有沒有這邊就有色彩嘛 然後呢 就找到它要的色彩 那綠色的話應該指的是這邊嘛 所以你就往下找 那第一個是綠色輻射衣嘛 那第二個也是綠色輻射衣 較淺80 它是要叫聲 所以叫聲的話 你理論上應該是下面 然後50的話是這一個 所以它的位置就是在這裡有沒有 你找到綠色然後看一下 這個叫輻射衣叫聲50 然後點一下 OK 好 那你會發現呢 它其實就有框線畫上 但因為它的那個 粗細有沒有 它目前預設好像它粗細是0.75pt 太窄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改一下 題目好像要求是改多少 改成4.5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先設定顏色 還要的實心線條 實心線條的話 你要實心線條有了 然後改成4.5 所以你打一個4.5pt 4.5 然後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畫上去 所以哦 記得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先選這個哦 記得要選 然後按滑鼓右鍵 然後再找到這個油漆桶的框線 然後設定這個一定要實心線條 然後顏色選 選色彩 然後4.5pt 按Enter就OK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 這個框線就出來 只是這個顏色好像不太明顯 但如果你用別的顏色 比如說用成紅色的話 你會把紅色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但是 因為我們用那個 綠色的這個輻射衣叫聲50 這個好像跟它原來的顏色很近 所以即便我加上去哦 看起來好像沒有非常明顯 現在好像感覺很明顯了 這個哦 綠色輻射衣叫聲50 OK 這樣就完成那個 四肢B的部分 OK 四肢B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目標體重 折線圖 就是底下那一條55 都55 55那一條 然後它的線條要橙色 十心線條 然後寬度的話4.5 所以做法其實跟剛剛一樣哦 第一個的話一樣 我先選這條線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按滑鼠右鍵 不過其實你不用點右鍵 因為點一下它這邊面板就出 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 假設你不小心關掉 你就需要再重新再按右鍵 然後一樣 數 資料 數 數列格式嘛 不過啦 因為右邊面板已經都出來了 所以你不用再做這件事啦 OK 什麼時候要做 假設你不小心把它關掉 有沒有 然後你要再叫它的話就點它一下 記得要先點左鍵 先選這個東西 那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 這邊有個資料數列格式 然後呢 要針對的是框線 那框線的顏色是什麼呢 框線顏色是橙色 然後有沒有 實心線條 實心線條 然後這個是改成橙色 橙色是這個 有沒有 紅色的右邊這裡 然後4.5PT 寬度嘛 改成4.5PT Enter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再把這個面板關掉 然後這樣子出來的話 就OK了 好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任何的那個圖表的設定 我的習慣啊 先點一下 按滑鼠右鍵 右邊面板出來了 所以其實可以改滿多的 上面你看得到的東西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改 好 所以這個這兩個OK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4-D的部分 那一樣 這個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 這個圖表標題 要跟那個 連動 應該對吧 我沒有說光看這個 然後底下是多那個 字型要改 然後出體要改 大小要改 上面那一體好像沒有 這一體多這個 好沒關係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上面的圖表標題 有沒有 先記得哦 點框框就好了 你不要油膠放進去 然後接著點框框 然後上面的資料編輯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 8月份這邊點一下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範圍 把冒號 Delete掉 按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是連動的狀態 上面改下面也會改 那 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字型 所以 同樣的動作繼續做 上面有個字型 把它改成微軟正黑體 不過我跟各位講哦 如果你們選字型 也有個陷阱 你看微軟正黑體 直接點下去哦 我印象中這樣沒分哦 為什麼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刮鬍標題 他要的不是上面這一個哦 我記得我之前也有遇到 學生就是選上面 他說老師我們銀座隊為什麼沒有分 還被扣分 原來你要選的時候就要選下面的 不能選上面的哦 這個可能是意錯的地方 因為 誰會知道說上面的不行 多了一個刮鬍就不行 對 對電腦來說是不一樣 這沒辦法哦 所以順便講一下哦 所以請你選什麼 選下面這一個 有沒有 微軟正黑體 他後面就沒有刮鬍 OK 當然一般工作上沒差啦 可是 考試的時候就有差了哦 這可能注意一下哦 點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出體字就打點一下這個B 然後再 字的大小 大小20吧 OK 所以一二三三個 把字的大小改成20 好 這樣子就 得分了 OK 所以其實 慢慢來嘛 反正時間有40分鐘嘛 也不能太慢 40分鐘好像一下就過了 反正你就是 穩插穩打 照著方式做一下 OK 這樣子這個地方 就OK啦 所以 而且 40C 那底下還有D到G啦 所以 這個 請各位先找一下功能 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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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